大家好 我是被改爛的索文 即將獲得改強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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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改強 許多人說呢 是不是忘了索文 但其實並沒有喔 索文也有得到改強 索文改強幅度呢沒那麼高唷 首先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點個讚 還沒訂閱的話呢可以考慮訂閱 索文在線型服改動呢有三個地方 首先呢是我們的普攻 原本呢只受80%的無敵傷害加成 提升至85% 另外呢 一技能跟二技能都是藍色子彈的提升 一技能藍彈加成呢 從80%提高到85 二技能從160%提高至100起 僅此而已喔 幅度看起來並不是很大 不過呢大家不知道的是 其實這個版本的索文呢是可以玩的 而且呢很能秒人 但是呢他有兩個缺點喔 第一呢就是我們不能打坦克 第二呢就是我們很怕DC小丑 我們呢一套連招呢秒不到小丑喔 其他隻英雄都可以 坦克呢也秒不到 不過呢只要不是坦克 只要是脆皮 不管是法師 射手 刺客 還是戰士都沒問題 秒人方法很簡單喔 就是2A 3A 不過呢至少要買到兩件裝備以後才可以這麼做 那就是呢我們買出破陣跟全人 到了後期有王者劍呢秒殺傷害會更高 而且呢我們強化二技能是會把敵方定在原地的喔 這時候大招噴過去呢再補一個普攻 絕大部分的脆皮呢都可以直接秒掉 有隊友的幫助之下呢像剛剛我們直接2A 3 就把人秒掉了 下一個普攻都不需要 我們的二技能跟大招呢清兵能力也是挺好的 所以呢這個版本的手紋 其實是可以玩 至少呢不像一些沒有位移的英雄那麼慘喔 我們還有位移 還可以活命 還有呢能夠一套秒到一堆人的範圍連招 當然呢缺點就是我們前面說的怕坦克 還有怕第七小丑 就是怕那種呢我們無法把他殺掉的英雄 第七小丑有免疫物理傷害嘛 他還可以反殺我們 再來呢還有一個小缺點就是 就是我們的強度會有點後期才成型 前面的話呢會比較差一點喔 尤其是呢四等前的對線期 要怎麼實現一套秒人的呢 方法就是我們只好備戰喔 核心我們注意到呢我們大概是物理穿透 沒有帶暴擊喔 也有另外一派索文呢是玩的暴擊流 大概是聖劍呢雙刀啊成性啊 然後帶暴走 玩暴擊流 暴擊流也是可以了 沒有以前的藍彈牛那麼強 不過呢這個物穿流也是另外一個玩法了 我們雖然呢秒不了坦克喔 暴擊流的話切塔也是沒有太大問題的 但是呢我們可以直接一套秒到人就是雙塊 秒人的招就是2A 3A 一旦成功擊殺呢會刷新二技能 就可以繼續滑繼續秒下去 像這一場我們的打法呢 雖然前期對線比較差一點喔 不過能跑線跑去中路 幫隊友呢留人還是可以的吧 畢竟呢我們的二技能就像一個遠程的凡恩 但是呢我們還是範圍的 還可以把敵方定在遠程 一旦擊殺呢還刷新二技能喔 跟卡芬妮換血呢前面有點換不太過喔 不過呢你看他這麼敢往前走 就代表他隊友在旁邊蹲 這裡呢我們若伊康的隊友過來 結果是他自己過來了 好像沒有其他隊友 喔來了一個禮 這是圖倫才是 成功擊殺 回家 這場是個巔峰賽喔 我們隊友挺有自信的喔 選的是莫拉打野 莫拉不是目前的強勢家喔 而這場呢他還玩得不錯喔 喔 這裡呢竟然沒打過喔 我們一套下去呢 敵方卡芬妮就剩那一格血 那格血呢就是他的芽芽給他的護盾喔 所有人我們就像前面說的會怕秒不掉的英雄 不過呢如果我們後期點 或者有裝備呢 就能夠一條秒的他了 所以這時候先發育一下 畢竟呢才五分鐘 才八等而已 連全人武器都還沒買出來 這玩法呢就像我們剛剛前面說的 會怕地氣小丑 怕坦克 還有呢要稍微後期點 有裝備之後才能秒人 是一個需要忍辱負重的角色 改強後呢傷害提升都是 5到10%的提升 算是一個小幅度的提升 不管是這個烏川流呢 還是原本的暴擊流 都有受惠喔 畢竟呢兩套出裝都會買無理攻擊 烏川流呢應該算會高一點 你看我們的無理攻擊就比較高嘛 如果瞬間雙刀呢就稍微低點 雖然改變幅度不是很大呢 那也代表 還沒改強之前 其實呢這個玩法也是可以玩的 就是烏川流 沒有以前的藍單流那麼的扯 但是呢 也不到弱勢喔 至少呢是中等或者平用 不到弱勢或者很爛那麼說 這時候遊戲時間呢其實還六分鐘而已喔 可以看得出來呢我們已經可以開始拿人頭了 拿個藍 注意到我們鞋子也是出的是CD鞋喔 冷卻時間呢會增加索文的傷害 這時候我們來推個線 注意到呢提爾已經在旁邊蹲了 看到這卡芬妮 二級人把他盯在原地 剛好呢提爾也就上一套連招 配我們大招 直接把卡芬妮秒掉了 實戰中呢有出現這種情況喔 就是我們暈到人的時候呢 隊友會幫忙補傷害 所以呢秒呢會變得更簡單 這邊呢拆了塔 敵方掉了射手 羅爾在滑 我們先往後拉 不過呢 敵方蝙蝠俠進場把我們帶走了 敵方其他英雄呢雖然也是不好的喔 我們隊友還在輸出 最後呢 幾乎全倒下 剩下一隻凱恩 凱恩先生呢忍不住要殺我們的洛伊 最後呢提爾跟莫拉把他帶走 敵方剩下 普爾就卡芬妮跟羅爾 看他也是有機會遊戲結束了 喔 好像還不用用到我們出馬 雖然守門這波提升呢不算特別的大 不過呢至少對他的強度還是有所幫助的 變得更加可以拿出來玩 說不定呢以後 誤穿牛就是一種玩法 最後呢我是尚恩 感謝你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